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頻道的遠無球教室 之前教過大家怎樣做雙打防守 今集我會教大家怎樣做單打防守 單打防守跟雙打很不一樣 因為雙打防守我們有兩個人 所以防守時每人都會站左右的半邊長 顧慮的範圍比較小 而單打雖然對手只有一個人 但我們要顧及的地方就大很多 所以雙打和單打防守的準備和步法都很不一樣 在我們防守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判斷 然後判斷之後做出的反應 整個身體的準備動作 重心 出板和怎樣去回波 每一個細節都非常重要 只要有一個細節做得不夠好 也會影響到你防守的質素 首先我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接殺的時候的一個判斷 一個反應和一個意識 我在之前的影片裡也跟大家講過 當我們和人對打甚至防守的時候 我們的眼睛都一定要緊緊地追蹤著球 而不是把焦點放在你眼前一個很大的範圍 只要我們的眼睛盯著球 我們的反應自然會更快 尤其是我們接殺 因為殺球在我們很多技術中 速度和力量是最快和最大的一個球 所以我們更加要比較集中去反應這個殺球 如果我們做防守的時候沒有很留心地看著 也會影響你之後一連串的動作 包括你的準備動作 你的步法和你出手的意識 我們判斷完對手殺球的方向和落點之後 我們就要很快地想一下 我究竟怎樣去處理這個球 做防守的時候 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是一個非常被動的狀態 如果你有這個想法的話 你可能出球就會比較消極 什麼叫消極呢 就是你只想著怎樣去應付球 其實我們有時在防守的時候 你是可以有一個機會去轉手為攻 所以我們的想法千萬不要太消極 而是想我怎樣可以儘快去擺脫這個被動的狀態 可能是把對手的位置拉開 也都希望不要讓他有進一步的壓迫 在之中就找機會把自己的位置變回主動 下一個部分就是和大家講解一下步法 因為我們做完一個判斷之後 我們腦裡面決定了我要出一個什麼球的時候 都要用一個步法和出手去配合 如果不是你的步法不到位 你根本就拿不到一個比較理想的位置的時候 你心裡面想打個球是沒有辦法做出來的 首先我們防守的時候一定要把我們的重心壓低一點 因為有些朋友做防守的時候身體會放得很直 那當你一出去的時候就發覺不斷被球壓住 或者經常都練不到球 因為我們身體高的時候直的時候 打球是在你旁邊通常是比較低的位置下去 那你從上面再反應之後再下 那其實這個時候已經不夠時間把球打過去 反而我們如果把重心放低一點的時候 我們出板就變成是直接打滑出去 那這個距離其實短很多 也都你的身體的反應會快很多 那第二就是你壓低一點之後 你就是把你的重心放多一點在前腳掌的位置 那我們防守其實不會整個腳掌都黏住了地下 因為你一整個腳掌黏住地下的時候 就會影響你的起動 其實你基本上是不能起動的 所以我們要把重心壓在前腳掌 利用這個腳弓的彈性 那這個距離的時候就可以把人用力彈出去 那先前一個準備動作 很多朋友也都留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就是他們摺殺的時候缺乏了起動 因為我剛才說過 單打摺殺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長距是比較大一點 如果我們由中間中長線就這樣跨出去 就是連著板向打側跨出去的時候 其實都未必去到單打的邊線 所以如果我們再不做起動的話 有時候根本就沒有辦法去碰到球 所以我們判斷完球之後 我們立即就要做一個起動 起動就是給自己一個動力 有一個動力可以把你的人推出去 所以有些朋友不做起動的時候 就會很習慣做一個動作就是 球一摺殺 然後整個人雙腳就飛出去 飛出去 第一就是有機會你的人去不夠遠 好 就算即使被你碰到球 你飛出去之後 你都沒有辦法馬上把重心回過來 去準備下一球球 所以這球球是令到自己 一直處於一個很被動的狀態 所以我們防守的時候 最重要是把重心放好 出去之後 我們要用腳的力 快點撐回來 跟回下一球球 我們接殺的時候 保持剛才我們所說的準備動作 如果你判斷到球在你右邊的時候 我們要用一個起動 我們起動後 落地那一刻 要借助一下落地的力 然後如果球在你的右邊 你先用左腳推你的人去右邊 推完之後 你的身體就要轉出去 所以這個 然後最後跨步踩實 打完要踩到人回來 反手 反手也是一樣 起動後 這次是用你的右腳 先推你的人去左邊 右腳先發力 然後就轉腰出手 回來 這個 我們單打摺殺的位置 其實也有很多 有時候 如果球不是打得很邊 比較近身體的時候 當然你就可以伸直 扮出去 就這樣擋過去 反手也一樣 但有時候球 壓到很尖 和很邊 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出腳 很多朋友 做一個防守的時候 譬如 正手這邊 就這樣打橫 好像蟹一樣 就這樣伸出去 這個動作其實是很難 穩住你的重心 因為你出去的時候 如果你整個人是平排 整個人是一致地排開平排的時候 但是球又在你的前面壓 你的重心 有時候球太行 你一出去的話 你很容易被球壓到後面 你也沒有支撐腳去頂住你的重心 也令到你很容易失去重心 所以我們如果是去 靜手摺殺的時候 我們是要有少少側身的感覺 不要整個身體 打橫地面對著對手 反而是側出去 跨出去的時候 就要用腳踩踩地下 打完之後 就要把身體轉回來 這個時候 這個重心就會 比你打橫出去 是好很多的 單打防守摺殺的準備的時候 注意是我們把重心壓下去 然後把身體的重心放在前腳掌 我們腳踩就盡量不要掉下 重心不要捱口 而我們板就要指著前面 不要放在右邊或者在左邊 視線一邊 否則都會影響到另一邊的出手 我們球來的時候 就起動出腳 前後出手 大家留意一下我的手 我們盡量把這個板面 跟那個網形成一個平衡線 千萬不要反開 或者打開那個手臂 我盡量把這個球點 放在身體的前面 用食指勾勾 我就拼佈回去 再來 起動出手 然後 你看到我雖然出手和出腳 好像差不多時間一樣 但其實我第一個反應 都是先出手 這個先出手 盡量做一些攔截的球 而反手邊線的摺索 我們就要把我們那個 寬 我們要跨出去 我們腰要收著頂圓 然後就轉過去 亦都是跨步出去 很多朋友做一個摺索的時候 都會忽略了我們腰腹的力量 因為有時候 如果我們腰腹沒有用力的話 那個球一很用力地壓過來 我們就很容易被那個球壓到後面 所以我們其實 我們的背後 是要給點力向前傾壓著 我們做防守的時候 都是保持這個姿勢 然後出去收回來 盡量穩住你的上半身 千萬不要讓你的上半身 不斷左右前後擺動 不然也會影響你防守出球的質量 而反手一樣 我準備的動作也是一樣 拍子住前面 到球來的時候 反手會比較難 因為反手要加一個轉方轉腰的動作 我第一時間剛才說過要先出手 我手出完之後 我的腰都要跟著出去轉腰 記住收緊你的腰腹 收緊你的腰部 千萬不要 如果你不收緊 這個轉向就會過了 一多了 你的板就會放在後面 亦是導致你很容易把球打出界的原因 所以出完後 用板持著 然後用右腳的力 撐回來 好 來多一次 好了 出完之後 板手先 然後腳跟著 跟著 然後就回來 結果下場 千萬不要拉板 就放在後面 第三個部分就是摺殺的時候 我們手上應該怎樣處理 判斷完之後你已經決定了怎樣打 其實我們第一個反應是要把我們的板伸出去 無論是正手或者反手 我們的板要快點伸出去攔著球 有些朋友就會出了腳 之後去到那個位置突然之間對支板出來 這個時候已經太切了 因為你的板伸出來 出了腳才突然之間對支板伸出來 其實是沒辦法對準球打得很準 所以我們摺殺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要先把板伸出去 但其實因為那個下很快 所以看上去感覺有點像同步 但我們腦邊的反應是要把板伸出來 然後腳就順便立即跟著出去 去攔截球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出完板之後 我們要盡量把我們摺殺的球點 放在身體偏前的位置 千萬不要把球壓到你身體的後面 很多朋友經常摺殺的時候 都會很想把球發力 他一發力的時候 就可能做了一個拉板的動作 拉完臂之後 手腕再咬開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頭點實在太厚了 你也看到如果我打開手腕的時候 我的板也是向了出界的位置指著 有時回得不夠快 就很容易把球打到兩邊出界 反手一樣 我的朋友一來的時候就已經拉板 拉板的板面其實是對著界外面 有時回不及時也會把球打出界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平排的時候 我們是把點放在前面 正手一樣 我們把點放在前面頂住 為什麼可以讓自己記得做這件事呢 就是我們出去的時候 我們要鎖住手腕 千萬不要反開 正手 我們保持著手腕 有一個小小弱弱的V字的狀態 千萬不要把碗咬在後面 我們這個V字的時候 食指頂住 球來的時候 其實輕輕是借對手的力 食指好像勾一勾 這樣球已經可以好好地打過去 千萬不要拉板 或者不需要壓板面 其實放好角度 借球來的力量 用食指勾一勾 這樣球就很容易過往 反手一樣 我們也是把碗收著 然後千萬不要讓碗搖來搖去 球來的時候 手指握著一點 給點力吸著球 我也是這樣擋過去 整個揮板動作其實是很小的 完全不需要用大臂去搖 如果我們摺殺的時候 想擋一個對角 我們正手和反手 那個握板都會有少少不同 如果我們想打一個對角的時候 我們正手摺殺 會拿一個偏反手的板 因為如果我把板面 轉去反手的時候 我一出 那個板面就已經是對著 偏對角的位置 也不用一出板去做什麼調整 偏反手的握板 把角度拉開 然後一來就已經是對角的位置 然後一來就已經是對角的位置 那這個球來的時候 輕輕吃著那個球 鎖著手腕 用手指握一握 就可以很輕易地把那個球 如果你想把這個摺殺的球 打對角的時候 千萬不能拉板 一拉的話 其實你是沒有角度去打對角 你只能用碗去咬 但其實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做一個咬碗的動作 而反手的握板 如果你想打對角的話 就會有偏少少 即是鑊橙和靜手之間的一個握板 所以一出去的時候 我就可以很舒服地回到對角 記得壓著手腕 不要擺動手腕 因為手腕的幅度太大 你很容易把球打開了 我鎖住手腕 擺對角度 吃著球來 就可以輕輕地擋過去 好啦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鞏固好你們的技術 記住要多加練習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 comment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按下鐘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多的影片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請記得按下一次 請訂閱 之後 見面